大家早上好,我是大海 今天呢,我得干一大天活 今天早上起来的早饭呢,就吃这个饼干了 完了,大家呢,跟随我的镜头哈 看看我今天能忙到有几点 先看看现在几点啊 现在是差五分钟八点 今天呢,我得干好几个活 我先干第一个活啊 就是昨天有一个朋友呢 在我这里买了一斤木耳 完了,然后啊,他想要我帮他找点我们 就是那个,这个大西岩岭这个油豆角那个种子 他说他回家去种上去 完了,我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哈 看看大西岩岭的山货都有什么啊 都是什么样的哈 一千点三连 咱们现在出发 有那个油豆角的籽吗 有 怎么卖的 油豆 有 有八块钱一袋的 还有多少钱一袋的 还有六块的 啊,我我那来个来个贵的 啊 买完了,这个豆角子 呃,这位朋友吧,他要给我钱 但我没要 他说,你们那个东北那个油豆角挺好的 我说行,我帮你去买点去吧 就是,呃,给这个塞了,装满了以后呢,塞完了以后呢 再装几袋,然后再去塞,这么反反复复的 也折腾,也折腾了 我妈一天过辛苦的了 这个呢,就是野生木耳 大家看看这个野生木耳长的啊 它是歪瓜裂枣啊 它大小不一啊 看看 这个野生木耳这一斤有多多呢 大家看一下吧 这一斤是这一个大方便袋 看看有多大 嗯,刚才啊,我已经装在箱里了 箱里之后呢,还得把这个豆角 这个豆角子 给这个朋友给诱了 让木耳塞里了 把豆角子往上一放 我刚才又给它扣了一个盖 这么给它粘上就行了 我现在开粘 我现在去收点名字 嗯,就是我们当地这个采山货的人呢 嗯,他们在山上呢 一先要是走个二三十公里山路 要是能碰见一片名字 一先就能挣一千多 所以说这个当地 我们当地采名字的人 那个他们也是挺赚钱的 我现在去收几个名字 嗯,大家有些时候吧 跟我评论的时候呢 我也没时间给回复哈 我让大家给理解一下了 因为我在每天这个事实在是太多了 有些时候你们留言 我这都没时间看 一般也就是一个星期,两星期以后 我来回复看看哈 实在是不好意思了 我现在收名字下 就这些名字 这个都行啊 你看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赶上个大鹅了吗 这不 哈哈哈 这大鹅那个必须得大鸟 那不跟鸟不行 这都能抠开 这全是 你摸全都抠开 一摸 我得看看这个质量咋样 这个,这个 这个油性不大吗 这个油性,这个 这个包的 这个,这个太小了 这个小了 这个行老好,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行 还是往上装了 哎呦 再把这底下这俩装上 好嘞 一会就挑了这几个 这都是含油量非常大的 含油量大了 我现在呀,拿着秤 去收磨过 哎呦,我天呐 在哪呢 一会就这些呗 我以为我整错了 我也不知道是你家呢 我以为去年收那家呢 不是 你看看我这磨过 我看看怎么样 这边都自己踩着 这银子就这三袋呗 对 你看都可干了 完了还可干硬了 看看啊 这还有点粘团子哈 有西部两个 西部两个 这粘团的少啊 这粘团的也号称是灵芝哈 对 你看我这磨过 挺好 没有五的哈 没有 那你看看呀 是 我那五能骗你吗 这这都 这都都干透了 看这个 磨过 刚才已经挑出来的 两个大的 那三个袋子折在一起了哈 把那个碎的都塞出去了 好的都放里了 一共是1810克 哎你们看看 不是你不你看看 看看 没事 不是你得看看这个这个重量啥的哈 行 我给你转账啊 我来接呼伦贝全肉肠来了 现在在等大客车呢 大客车已经到了啊 咱们看看这车来了以后 我就下车了 从呼伦贝拉回来的 我把这个呼伦贝全肉肠啊 已经拉回来了 我妈现在正在上秤腰呢 这个呼伦贝全肉肠啊 这个一斤呢是三根 重量只多不少啊 这个肉肠呢都是熟的了 打开直接吃的 看这肉肠 这个肉肠都是新日期的 保纸期呢是180天 里面都是熟的了 这个是牛肉肠 呼伦贝尔的牛肉肠 这个是全全肉肠 我妈现在开始腰 现在晚上8点多钟了 来 卸货来了 我已经装车上了 前面装了一大堆 后面装了一大堆 现在回家 关车门 去黑一片的 大家看看啊 现在晚上10点半了 快11点了 今天这活我是干完了 现在干了一半 那个扇货啊 都已经打包了一半哈 我先给他送会计去 完了今天晚上就这么地吧 明天早上起来我5点钟 完了过来再继续干 已经到快递了 外面已经雀黑一片了 大家看看我刚把货抬起来 现在回家 现在晚上11点15分 我到家了 嗯 今天晚上吃饭呢 就吃面包吧 因为我岳母啊 他在那屋已经睡觉了 我要到那屋去呢 一开灯他又该醒了 就吃面包对付一会我得了 吃完饭呢 还得继续干活 以后快递就把单子 过全力了 就这个后来开嘴了 把会计单号传一下 大家看看啊 现在是晚上1点钟了 我这一天从早上起来干活 到现在终于完事了 哎呀我要睡觉了 这是我就睡沙发上 我要上那屋睡觉 怕影响宋姐 宋姐已经睡着了 我把门关上啊 晚安吧各位 咱们明天再见 咱们明天再见 再见 再见